大家好 我是修芙琳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部影片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昨天測試出來的一個冰封球的玩法 因為我相信很多玩家 他們還是非常喜歡冰封球大於暴風雪的 包含我本人 我自己也是 首先我們來看到 我們原本的配裝是使用橡樹之星 以及香樂一顆五五的冰寶的軍帽 這時候我們看一下 我們目前的配點是冰封球的點法 冰封球的傷害是來到了786 好的 那進入我們今天的重點 我們直接換上了 葉翼面紗 也是香了一顆5%增傷的這個冰寶 以及我們的這個死亡深度 四元碎片 也是香一顆5%的冰寶 死亡深度呢 它頂的是38冰傷 那我這把原本是27的 然後我香了一顆5%的冰寶 變成32 好 我們換上去 好 可以看到我們冰封球的傷害來到了1138 因為原本那個780幾傷害的冰封球呢 我打起來呢 我是覺得效率還是差了暴風雪這麼一點點 所以我純粹想說 那不然我把武器換成死亡深度 然後頭盔換成葉翼面紗 試試看 這個傷害呢 我覺得就可以接受囉 變成冰封球可以去玩喔 那沒關係 我們先來介紹我們的配點 配點的部分 冰封甲點1 然後寒冰彈點滿 因為寒冰彈會增加這個冰封球的傷害 那這邊的前置技能都點1 冰封球點滿 然後冰寒專精點1 那我冰寒專精目前點1 降敵人冰抗是來到105% 這邊大家可以爭著我點喔 如果你們的身上加的所有技能沒這麼高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們會把它點到降冰抗100%左右 那墊的部分呢 靜態立場 心靈傳動 傳送各點1 好 那火的部分呢 火牆點滿 火牆點滿 剩下的我是全部補到暖流這邊 因為暖流它會增加火牆的傷害喔 好的 那 為什麼我會測試這個呢 因為第一個我本身還是比較喜歡冰封球這個技能 但是它的傷害一直以來都沒有辦法滿足我 我覺得它沒有辦法取代暴風雪的傷害 所以一直以來我都是練暴風雪 那好處是什麼呢 好處是冰封球它只需要 在冰系投資的點數非常少喔 它只要寒冰彈點滿冰封球點滿就可以了 那你暴風雪的話 你這三招包含暴風雪都要點滿 這樣這四招的話就80點 那冰封球只要花你這兩招的只要40點 也就是說你會多40點出來 可以點你的火 你的火會變得更強更痛 這是它的優點 那缺點的部分我還是跟大家講 那至於大家怎麼選擇 那是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 那我在把武器跟這個頭盔換下來的時候呢 第一個 掉寶率掉了 掉寶率掉到166 我身上有帶一個38%的基德 掉寶率掉到166 那如果你們還是想把掉寶率撐到200左右的話 身上可能要放一些7% 打寶的小幅 就可以把它撐到將近200 再來第二個是這個抗性也掉了 因為這個像素之心它有一個全抗 那這個 死亡深度呢 雖然它有抗火抗電 它補了非常多的電火抗進來 但是其實抗性還是會掉一點點 像你的冰抗跟賭抗會掉 但是這個部分我覺得影響不大 因為基本上我有穿龍鑰匙鏈的關係 但是你們如果沒有穿龍鑰匙鏈的話 你們抗性會變得非常非常的缺油 非常非常的缺油 就要用很多的抗性護身符去補 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個傷害的冰封球 已經可以 跟六七千傷害的 暴風雪刷夠的效率 差不多 甚至比它還要好 好那我們講個題外話 就是有的觀眾可能會想說 那你如果換上奧馬斯長袍的話 是不是會更快 是不是會更強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剛已經測試過了 我把這個奧馬斯長袍 跟榮耀直接互換 它可以發現傷害其實只有增加 幾十點而已喔 1171 1138 變成1171 只有加了一點點 那如果這個奧馬斯長袍再去打動香一顆冰寶的話 傷害會再高一些些 但是我覺得 沒有必要 因為你換上去之後 你抗性實在是掉太多了 抗性掉太多了 我還是會選龍鑰匙鏈 我覺得現在這樣就夠了 因為它的傷害我覺得沒有增加到這麼的多 然後再來是它有20%的高屍 但是其實我現在 我使用這個豬王腰帶 我的高屍已經剛剛好來到105了 所以這個20%高屍對我來說 是沒有用的 是沒有用的 我覺得高屍這樣子剛剛好 105了 所以奧馬斯長袍的部分 我就不考慮了 因為抗性會掉太多 好的 再來呢 我們來讓大家看一下這個冰封球傷害 目前是來到1138 那火牆的傷害是來到了17000 17k 那這個電火抗的部分都是滿的 好 那我們來刷一場這個 混沌冰彈所 我們來讓大家看一下 讓你們覺得看一下效率 這跟你們的六七千的爆棚雪比起來 是不是差不多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小怪 基本上都是一顆冰封球就死了 都是一顆冰封球就死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效率喔 我們可以去跟你們的 暴風雪流派去做一個比較喔 因為我覺得 你說現在這兩件裝備 其實我覺得也不貴喔 這邊遇到冰抗怪我基本上都會跳過啦 其實也不貴喔 像我手上這把死亡深度呢 目前8591的價格喔 只要你不要去買到這麼頂的 這麼頂的死亡深度喔 一把七八百塊就有了喔 大概盡頂的喔 七八百塊就有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刷外效率其實我覺得 不輸暴風雪啦 因為以這個冰封球的技能特性來看 他的安全性相對的還是比較來得足夠的 因為他的範圍會比較大喔 大家可以去比較一下這個效率喔 你們覺得咧 你們覺得有沒有比暴風雪快 那我原本用橡樹跟這個軍帽的時候 這個 暴風雪的技能傷害是來到了六七千左右 目前我這樣刷起來我是覺得 這個 效率 比暴風雪來得好一點 來得好一點 甚至你們可以 在這個施法間隔的時候呢 用這個靜態立場 那這個兵抗火抗的 我們交給用兵 用兵去打就可以了 好我等一下讓你們見識一下 這個一萬七的火牆啊 燒暗黑破壞神有多快 非常的可怕 真的非常的可怕 因為 我們變成 練冰風雪的情況下 我們的技能點數 多的非常的多喔 我們的火系技能喔 變得更強 我們覺得 跟暴風雪比起來 好像 不要說比暴風雪快 但是 好像 差不多了喔 差不多這個傷害是可以接受的 我們先等 在暗黑出來的地方 我們直接先開始丟火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 暗黑的 血量可以掉多快喔 這樣就死啦 他的手舉起來他就死啦 非常的可怕 這一萬七的火牆 非常可怕 所以 我目前是覺得 這個傷害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 目前戰招好像是來到1171喔 那抗性的部分 電火抗也都滿了 配裝的部分 法拳 一樣兩個拿個 因為打法律實在太缺了 那 腰帶的部分我們就從那個 雪之沖土 換成了珠王 因為我們的武器 從這個 像素 40%高屍 換成死亡深度的話 會掉20% 那這20%剛剛好 我們就是用珠王 20%剛剛好 來彌補 那珠王的部分 他還有加 加一的所有技能 然後一樣 其他裝備都沒變 戰旅 精神同盾 那這邊很重要的是 因為 我有一個 10%高屍的手工項鍊 如果你們這個項鍊 沒有加10%高屍的話 你們會剛好少10%高屍 會剛好少10% 這10%高屍你們可能 就要從別的地方去補 比如說可能要一顆10%高屍的項鍊 之類的 的戒指 之類的 但是我還是會建議 如果 你們有這個 手工項鍊的話 還是趕快去做一條出來 喔 那抗性的部分如果不夠的話 沒關係 我們就是用護身符去補 至少我覺得 這兩件裝備 目前這樣子 的 冰封球 喔 是非常非常強的喔 好的各位 那目前我們進入了母牛關 某某某某 好吧 那我們現在就來測試一下 1100的冰封球 我覺得 欸 跟暴風雪差不多 那在冰封球 施放的間隔中 你們可以用靜態立場 去做一個輔助消血 其實效率會來的更好 其實我覺得 欸你們覺得 跟暴風雪 我覺得差不多 只是 缺點在於說 一個小小的缺點 因為冰封球 他的這個 司法間隔 比較短 變成說你們的手 可能會稍微比較酸一點點 稍微比較酸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是 還可以接受的 還可以接受 因為我覺得你們 就算用暴風雪 你們平常也是 一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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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所以我覺得 這個傷害已經可以接受 但是之前那個 冰封球傷害 還是七八百的時候 在打牛關的時候 我會覺得 就沒有暴風雪 來的這麼的 這麼的痛 這麼的有效率 那目前這個傷害 1171 我覺得是 差不多 大概跟暴風雪 差不多速度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因為我這樣玩起來 我是覺得 欸 感覺是差不多可以接受了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 建議的話 或是有什麼感想的話 有關於在底下留言 讓我知道 那這個目前這個 母牛關的速度 大概就是這樣 我覺得OK啦 大概一群 丟個兩三顆 就死光啦 以上就是今天這一部 我們測試這個 冰封球的這個影片 希望對各位會有幫助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我們可以來的 我們會來的 我們會來的 再試一次 5次的影片 我們會來的 來的